大家好 我是小安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首先非常感謝您在百忙之中觀看我的視頻 糖尿病是一種以高血糖為特徵的代謝性疾病 高血糖則是由於胰島素、分泌缺陷 或其他生物作用的受損 兩者兼有引起 糖尿病是指長時間存在高血糖 導致各種組織特別是腎、心臟、血管、神經等慢性損害、功能障礙、視力變差 第一眼睛出現了事物模糊 視力卷退時不要一味的以為是眼睛的疾病 出現這種症狀很有可能是糖尿病的早期症狀 患糖尿病會使血中的葡萄糖上升 出現眼球斜歪 從而影響視力 長期的事物模糊 需要警惕二性糖尿病 第二 咽干口罩 喉咙乾 造似火燒 喝水不停 排尿也排得頻繁 如此惡性循環 使人的心情特別的煩悶 身體會始終處於缺血的狀態 使人坐立不安 咽干舌燥 別以為這是正常的生理現象 有可能是糖尿病在作怪 凡可多飲是糖尿病早期病免的之一 第三 怎麼吃都會瘦 雖然說千斤難買老來瘦 但是當你吃的多的時候 瘦的比較厲害 這個時候需要警惕 疾病再作祟 糖尿病 惡性腫瘤 會使身體消耗更大 當你的胃口良好 吃的許多食物體重卻在下降 這要擔心糖尿病啦 糖尿病會堅持到將你體重的能量消耗 第四 肛食王覺得比較餓 吃的許多食物仍然覺得餓 這也因為體內的胰道素機能失常 導致脂肪 肌肉以及其他的器官機能下降 乙腺分泌過高的胰道素 大腦產生空腹感 這也是糖尿病的早期症狀之一 第五 咽尿增多 多尿是糖尿病的三大症狀之一 體內血糖升高 人體會敏感地獲到信息 並自動排除 導致小病刺入比較多 所以夜間尿病症的人群不要忽略這個信號 這也糖尿病的一個早期的症狀 今天給大家分享一個對於控制血糖和預防糖尿病 有很大幫助的食料方法 可以很好地改善糖尿病患者的糖耐料 達到降低血糖 降低症狀的作用 同時能夠增强胰道素的敏感性 軟化血管 解除疲劳 這種方法不僅簡單 而且喝完之後 血糖另外要降到正常直辣 再準備一根苦瓜 我們把苦瓜洗乾淨 苦瓜具有特殊的苦味 說到大眾的喜愛 苦瓜不僅口感特殊 還具有非常豐富的營養物質 苦瓜虽苦 但從來不把苦味傳給其他的食物 所以它有菌精菜的雅成 具有降低血糖 促進食慾 美容養顏的功效 苦瓜中有類似益道素的物質多態 使用之後可以使血糖明顯地降低 所以患有糖尿病或者高小糖的人群 可以多吃一些苦瓜的 苦瓜中的苦瓜泰和苦瓜素 能夠增進食慾 健脾 開胃 所含的生物碱和污碳 都有利尿活血 消炎 退熱 清新明目的功效 苦瓜能使摄取脂肪和多糖減少 具有很好的減肥作用 具有很好的減肥作用 具有苦瓜瘟可以不去掉 因為苦瓜瘟有特別好的清熱 白火的作用 對於熱傷導致的口干口渴 可以吃一些苦瓜 具有很好的清熱解脫的作用 苦瓜瘟還能夠輔助降低血糖 因為苦瓜瘟中有非常豐富的 胰岛素類似物 再準備一把山楂 山楂我們可以直接選新的山楂 也可以跟山楂 山楂是一種美味的水果 也是一味中藥材的 中醫認為山楂只削而不補 山楂含有糖類、蛋白質、脂肪、 維生素C、胡蘿蔔素、 蘋果酸澱粉、 鈣、鐵等營養成分 對人體健康十分的有益 山楂還能夠起到降血脂、 降血壓、降血糖 搶心率不取得作用 再準備幾片桑葉 桑葉是一種藥用價值比較高的茶葉 人體血管沒有辦法充分的容納血液的時候 就會出現高血壓 而桑葉所含的安基斯丁酸 能夠有效的降低血壓、血糖 經常喝桑葉茶可以降低血脂的 美容又減肥 桑葉茶水第一個好處可以治療風熱感冒 第二可以去除肺熱 因為肺熱引起的咳嗽、鼻炎、肝臟等症狀 可以通過服用桑葉來改善的 第三可以治療頭暈 桑葉茶有效地緩解頭暈的症狀 因為桑葉茶具有清乾明目的效果 玉米虛可以起到利尿消腫的作用 清乾力膽的功效 對治療糖尿病以及高血壓、高血脂等疾病都有一定的輔助作用 對失眠有很好的調理效果的 玉米虛具有利尿消腫、安全的作用 可以增加氧化物的排出 如果患有慢性腎炎的患者 不妨經常喝一喝玉米虛茶 常喝有利於防止肝腎、疾病、進一步的惡患 玉米虛雖然有很多好處 但每天的量應該控制到3-5克之間 玉米虛降糖的效果比較強 如果低血糖的患者呢 就不要引用新鮮的玉米虛了 下面把準備好的所有食材倒入養生壺中 加入清水可以多來一些的 沖小火燜煮20分鐘 親愛的家人朋友們 製作視頻不容易 請您用發財的小手幫我點個贊支持一下吧 您的每個支持和點贊都說前進的最大動力 感謝所有朋友們的支持 謝謝大家 煮好之後就可以直接喝啦 喝的時候需要趁熱喝 效果會更好的 糖尿病可以損傷到我們的多個器官 時間長了 會導致醫生嚴重的併發症 甚至會影響到我們的生命安全 所以平時的時候一定要控制好血糖 管住嘴、麥開腿 多喝一些保養茶 對我們控制體重、控制血糖 預防三缸都有特別好的好處 好了 家人朋友們 今天的視頻就分享到這裡啦 如果覺得我的視頻對你有所幫助 請您幫我點贊關注訂閱我的頻道 歡迎下方留言加一 我每天都會分享不同的養生知識 為您分享 感謝所有朋友們的支持 謝謝大家 我是小安 我們下期視頻再見 再見